如子可叫 有一天,张良在夏坯附近的以水桥上散步,遇到一个穿褐色衣服的老人,那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,看到张良走来,便叫道,喂,小伙子,你替我去把鞋捡起来。 张良看到对方年纪很老,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,那老人又说,来,给我穿上。 张良虽不高兴,但想到鞋都拾起来了,便恭敬地替老人穿上鞋。 老人站起身,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,转身走了。 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,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。 果然,那老人走了几步又返回来,说,你这小子很有出息,值得我指教,五天后的早上请到桥上来见我。 张良听了,连忙答应,第五天早上,张良赶到桥上,老人已先到了,生气地说, 跟老人约会应早点来,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。 又过了五天,张良起了个早,赶到桥上,不料老人又先到了,老人说,你又比我晚到,过五天再来。 又过了五天,张良刚过半夜就摸黑,来到桥上等候。 天蒙蒙亮时,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,赶忙上前搀扶。 老人这才高兴地说,小伙子,你这样才对。 老人说着,拿出一部太公兵法交给张良,说,你要下苦功夫钻研这部书,钻研透了,以后可以做帝王的老师。 后来,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,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,为刘邦建立汉朝,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如此可教,意思是,这小孩子是可以教诲的,后形容年轻人有出息,可以造就。 小朋友,在遇到些小问题时,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张良的忍耐,静下心来思考,也许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。